Hi 大家好 我是不想上班的布莱蒂 這一天終於來了 全日空近期宣布 從4月18號開始 將要調整里程兌換表格 能用95000里兌換北美到台灣 來回商務艙的美好記憶 終於要走入歷史 每當遇到里程貶值 布莱蒂收到的問題 總是驚人的相似 像是之後全日空里程 是不是就不值得使用了 要怎麼做 才能夠趕快把里程給花掉呢 今天的影片 我希望可以深入潛出 從改了什麼 跟沒有改什麼 為大家詳細分析 全日空這次改制背後 可能的原因跟影響 這樣子我們才會知道 全日空里程 是不是還值得繼續使用嘛 然後如果你真的想要在 4月18號之前 趕快用掉手上的里程 又有哪些方法可以使用呢 題外話 從今年開始 Triplus有挑選我們真的覺得還不錯的贊助商 在影片中跟大家一起分享 像是 MuMu這個美國券商 不需要投資什麼 光是存入現金 就可以享有5.1%的年利率 而經由影片資訊欄中的連結申請 前三個月 還可以再拿額外的3%利息 等於是最高8.1%喔 讓我們回到正題 如果你覺得布萊蒂這部影片很棒有料是干貨 請務必與身邊的同好分享 記得訂閱並且按下小鈴鐺 這樣才能繼續收到我第一手的實戰教學攻略 不知道你覺得調表是好事還是壞事呢 很多來詢問布萊蒂的朋友 不約而同的抱怨都是 全日空里程已經夠難用了 怎麼還有臉漲價啊 是用比較負面的角度來看待調表 但是布萊蒂反而覺得 找不到機會可以兌換 其實比里程貶值還要可怕 因為那就是有行無事啊 就算是理論上 可以用非常划算的成本 兌換到商務艙機票 但是因為找到位置的機率 實在是太低了 期望值 也就是你實質上 可能會享受到的好處 根本趨近於零 經過這幾年 大家應該都對通貨膨脹 有了很深刻的感受 如果物價本來就會漲 里程作為一種類貨幣 航空公司定期適度調整 兌換所需要的里程數量 其實才會符合預期 全日空這次的改制 布萊蒂感受到了很多的掙扎與妥協 簡單來說 是短程線幾乎不變 然後 周際線適度調整 那為什麼只針對長途航班呢 這可能是因為 周際線的營運成本高 銷售的價格也比較貴 在總機位數量固定的情況下 每當全日空釋出一個自家機位 給里程兌換 就意味著很可能失去了 用現金賣機位的收入 這就是這個里程機位的 機會成本 大家都知道 現在的機票價格比疫情之前更高 而且商務艙 常常都是班班客滿 如果全日空再不調整兌換表格 里程機位跟現金機位之間的收入差異就是那麼明顯 自然而然 全日空的財務部門 當然更不想要釋出機位 給里程兌換 本次最高的漲幅出現在 北美到亞洲航線 所需要的里程數量 大約增加了30% 這完全反映了 跨太平洋航線 非常熱門的現狀 往好處想 調表之後 由於里程機位跟現金機位之間的收入差異 沒有那麼大了 全日空未來在釋出機位的時候 自然也會比較寬鬆 你可能會問 那為什麼全日空 連兌換新空聯盟合作夥伴的兌換標準 也一起調漲了呢 這應該很容易理解啊 因為每當消費者使用全日空里程兌換合作夥伴 像是長榮機位的時候 全日空必須按照事先意定的價格 跟長榮購買機位 如果兌換標準很低 就意味著全日空能夠支付給其他合作夥伴的價格 也不會太高嘛 你想想看 現在長榮商務艙 光是他自己賣 還有給自家的會員兌換 都已經快要供不應求了 怎麼會有動力 釋出機位給全日空里程兌換呢 所以適度的調整兌換表格 有助於全日空 可以跟合作夥伴買到更多的機位 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啊 至於這次改了什麼 先說很多觀眾朋友最關心的台日航線沒有變化 兌換全日空自家最低還是17000里 兌換長榮來回經濟艙依然是20000里 布萊蒂知道有些朋友特別愛用全日空里程從台灣飛馬爾地夫 這個部分運氣也很好喔 經濟艙跟商務艙都只調漲了5000里而已 無論你用56000或是61000里換到新航的馬爾地夫商務艙機票 都是非常划算的選項 這一次區域航線的兌換標準幾乎沒有調整 布萊蒂覺得一方面是因為短程線的機會數量比較多 機會成本相對沒有那麼高 另一個層面很可能是全日空必須要穩住自己的核心客戶 如果大部分的日本居民兌換習慣都是以去台灣、韓國跟東南亞為主 那只要這些區域沒有漲價 就不會對核心客群有顯著的影響 這次比較有感的漲價出現在洲際航線的商務艙跟頭等艙 像是從北美出發的全日空航班到亞洲最高漲了33% 原本淡季最低只需要75000里 4月18日之後需要付出10萬里才能換到 而從台灣出發 搭乘星空聯盟合作夥伴的航班 飛往北美原本只要95000里就有商務艙 新的兌換標準是13萬里 足足37%的漲幅是本次改制中之冠 原本只要78000里的台灣到紐澳航線 改制之後也需要96000里 因為更改的內容很多又很瑣碎 一個一個唸大家應該都要睡著了 布萊蒂以上只是擷取比較重要的內容跟大家報告 詳細的調整請點選影片下方的資訊欄 參考我在Triplus部落格上的完整分析 這邊我想要再回答一個迷思 4月18日改制之後 全日空里程是不是就不值得使用了呢 但事實真的不是這樣啊 讓我們來快速比較全日空改制之後的兌換標準 與其他里程計畫所需要的里程數量 你就會發現 即使調完表 全日空的兌換標準 還是比競爭對手來的便宜 如果未來真的有了比較多的機會可以兌換 繼續使用全日空里程 反而才是理性的選擇 最後一個問題是 如果你真的想要趕快把全日空里程給用掉 但是又找不到可以用里程兌換的機會 那該怎麼辦呢? 布萊蒂有幾個簡單的建議 4月18日之前 如果你有找到去城的商務艙機位 只是找不到回城而已 可以考慮混艙開票 拋棄後段的技巧 例如北美到台灣來回商務艙是九萬五千里 來回經濟艙是六萬里 你如果找不到回城可以預訂的商務艙機位 大可以隨便訂一個經濟艙 然後不搭就好啊 這樣子需要的里程數量是七萬七千五百里 跟其他競爭對手直接兌換單程商務艙相比 還是沒有比較貴啊 因為今天已經是4月2號了嘛 時間比較緊迫 那如果4月18日之前真的找不到兌換標的 布萊蒂還想要提醒大家 這次環球票的兌換標準沒有跟著更改喔 你可以試著好好去搜尋機位 相關的教學在這個頻道裡面都可以找到 說不定可以用比來回票更划算的價格兌換到環球票喔 最後布萊蒂理解很多朋友真的就是需要直飛的長榮航班 其實全日空里程也可以拿來升等喔 只要購買符合升等資格的機票 至少要是經濟艙的B-Class 就可以用單程三萬四到三萬六千里不等的價格 升等到商務艙啦 以上就是布萊蒂今天的分享 那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我們下次見啦 我們下次見啦 不喜歡啦 會不會啦 有些人的 我們下次見啦 你真的假裝